美女 美女 我們歡迎你再次準時收看我們第二季的金頭腦 大家好 我是果冬 感謝您對於我們今年度金頭腦的支持 時間真的過得很耐 終於專業 我們看到了 已經來到了我們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當然 其實在這個播出的過程之中 很多社區的朋友都在講說 好多道題目我會 而且他們怎麼會答錯呢 但是已經真的進入到了 我們這個金頭腦的殿堂之中 可能就會覺得有一點緊張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進入到我們這個金頭腦殿堂裡面 有三位美女 她們都是高材生 而且個個都是飽讀詩書 感覺起來 今天在我們的最後一集之中 可能會搶走我們的高額獎金 她們是誰呢 趕快介紹給大家認識 首先第一位跟大家問好 歡迎您 哈囉 大家好 我叫王晶晶 大家可以叫我PJ PJ 是不是 好 但是我跟妳講 這個晶晶我讓妳惹不得啦 因為剛剛在後台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您 見到您 都叫妳晶姐 晶姐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已經到了最終一集了耶 如果這個一萬元 真的被晶姐拿走了 如果我有幸拿到這個獎金的話 應該請大家左右的 好 希望你真的可以搶到 但是晶晶 我想要請問你的就是 我們的題庫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廣 有沒有哪一類型的 可能有些人喜歡英文題吧 數學題吧 歷史文學 有沒有哪一方面是你覺得 希望能夠多出一點的 有沒有 英文題吧 英文題 對 英文比較在行 還行 對 好 好 希望今天在英文題的部分 可以多出幾題 然後讓晶晶成功的搶下一萬元 帶好朋友出去出海郵輪 歡迎你囉 晶晶 謝謝 再來第二位 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金子綺 然後叫我子綺就好 好 子綺 其實我知道妳本身很愛旅遊 是的 所以也去過了很多的地方 旅遊題對妳來講 很有把握 可能會就是因為經歷過那個國家的文化 可能會了解更誰 好 那妳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了 其實講到旅遊呢 人人大家都很喜歡旅遊 對 像晶晶她可能喜歡出海旅遊 坐郵輪也是旅遊 那您呢 妳有沒有去過哪一些地方 是妳覺得印象特別深刻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有去過埃及 對 然後在那邊待了四十天 四十天 對 妳那個是自由行了吧 其實當時的一個機會 就是到那邊有去做志願者 金字塔那面四十天像都有看到 對啊 對啊 然後有 甚至還有去到就是帝王谷 然後那一些法老的墓裡面 這個自己都有去探險就是了 對 那我還滿好奇想要請問妳的 就是呢 因為我自己也一直在計畫想要去埃及 但是我不知道在那個地方 妳住的地方 會不會妳覺得 因為很兩極化 有人說很棒 但也有人說可能會很髒亂 妳自己覺得呢 在埃及當地 我當時住的地方其實還好 甚至比我當時剛來美國的時候 住的那個公寓還要好一點 原本去埃及可能只是想要 待個五天七天而已 就發覺怎麼這個地方呢 住得比我美國還好 就待了四十天了是不是 對啊 然後 但是在那邊一定要小心螞蟻 就是 對 房間裡會有螞蟻 然後因為我有帶那個 蜂蚵巾過去 對 然後就還好 好 那子綺啊 為什麼今天呢 會想要來參加我們 金頭腦的這個節目 因為當時看到這個金頭腦的名字 就想來啊 因為我也姓金嘛 然後看來一文名 Who Smart 就很Smart 然後又姓金 然後就過來啊 好 好啦 子綺歡迎妳啦 歡迎妳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 希望呢 您呢 這個金跟我們的金頭腦的金字呢 今天能夠搭上邊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位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顧靜宜 叫我靜宜就好 靜宜 我現在是南加州大學的研究生 然後在讀教育 是 跟教育有關的 是不是 那在未來的話 也是希望能夠當老師還是 也不一定啦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嘛 走一步看一步 穿到朝頭自然之 那對未來有什麼計畫 什麼期許嗎 對自己 就是想 大個好老公就好 也不是啦 就是想活得free一點 自由一點 是不是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之中 有很多不同的單元 智慧王大魔鏡搶前王 甚至於到最後要考驗你們的運氣 到了這個大魔王的部分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在哪一個單元 是你自己最有把握的 也沒有想那麼多啦 反正就是 能走到哪兒算到哪兒 也是一樣 傳到橋頭自然 對啦 好吧 那麼在這個階段 我們先歡迎三位美女 來到我們的節目之中 今天已經進行到了 我們金頭腦本季的最後一集了 我們能不能夠守住我們的獎金呢 不知道 我們趕快看下去哦 第一關卡要來考驗的 就是你們的頭腦 你們的智慧 進入到的就是我們的智慧王 一、二、三、二、三、二、三 好了 現在進入到了我們的智慧王了 三位美女 仔細聽好了 在這個階段 我們總共會有八道題 這個題目 包羅萬象非常的廣 仔細聽、仔細作答 因為八題問完了之後 最高分的兩位 都可以成功的晉級 如果呢 其中的一位最高分 其他兩位是同分的話 三位都可以晉級哦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立刻開始 進入到了智慧王 第一題 請看 放辦最早 被稱之為電影節之父的 是以下哪個活動 一、威尼斯電影節 二、坎城電影節 三、東京電影節 四、柏林電影節 請作答 好的 三位美女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選擇 請公布哦 請公布哦 我們看到呢 只有晉晉一個人呢 選的是二 對不對 看前電影節 但是紫棋 還有呢 我們的晉儀選的是四 柏林電影節啊 三位平常呢 對於電影方面 娛樂電影 有涉略嗎 來晉晉你先開始 你有去多關心 這一方面的訊息 沒有太多關心 電影節方面的 喜歡看電影嗎 喜歡聽音樂倒是啦 喜歡聽音樂 但為什麼呢 在我們的四個選項裡面呢 你選了坎城電影節 那我看好像很多媒體都 報導的坎城電影節居多吧 所以我想有可能 我問你哦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啊 你之前聽報導 是坎城電影節 還是 坎城影展 電影節 電影節 好 所以你覺得電影節之父呢 就是坎城電影節 好 紫綺 那你呢 你選的是柏林電影節啊 嗯 對 就是 感覺因為前面三個 感覺都很陌生 OK 對 然後感覺柏林電影節 就是之前有聽過這樣子 因為東京電影節 基本上應該已經是排毒在外的 對不對 所以感覺起來呢 威尼斯跟坎城 對你來講 有一點點陌生 對 其實有那個 在一和四之間有糾結的 最後覺得還是柏林電影 還是覺得四 是最有可能的 來 那麼靜音呢 我也是在一和四之間有糾結 然後就相信直覺了吧 覺得柏林是最有名的 我就選了四 所以你的直覺沒有跟你講 威尼斯電影節 嗯 這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正確解答是 一 威尼斯電影節 沒錯啦 這一題呢 就是威尼斯電影節 所以呢 相信自己的直覺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對的 在這個階段 很遺憾的三位都沒有得到分數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下去 來看一下智慧王的第二題 到底是 被找芭蕾舞出現於哪裡 一 雜技團 二 宮廷 三 戲團 四 教會 請作答 好 三位來賓請公布你們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喔 嗚 大家全部選的都是宮廷啊 晶晶您先開始好了 您跟我們講為什麼是宮廷呢 因為我覺得芭蕾舞應該是 起源於歐洲國家吧 歐洲國家很多 有往事啊什麼的 所以想說宮廷應該是 而且感覺起來喔 芭蕾舞對我而言 它應該是屬於比較高尚一點的 一種表演藝術 對不對 所以呢 不知道呢 在這個戲團 雜技團 宮廷跟教會 這兩個我都覺得還蠻有可能的 那 智慧 你跟我講你的選擇 為什麼你會選擇宮廷的原因 嗯 差不多啊 感覺芭蕾舞是 就是 應該是象徵著一種身份 對 然後比較優雅一點 然後跟宮廷可能更符合 好 那智慧呢 有看過芭蕾舞的演出嗎 沒有 還沒有機會 但是我也是覺得 就是還蠻高貴的 而且很優雅 然後可能 可能古代的宮廷 會邀請一些芭蕾舞團 然後作為演出吧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二 所以那個時候 在宮廷裡面的演出藝術 流傳到了我們現在 好吧 我們看到了三位美女 選擇的都是宮廷 有沒有可能能夠拿下一分呢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 二 宮廷 Yes 沒錯啦 這一題呢 就是宮廷了 繼續保持喔 現在呢 我們三位視頻一分 我們來看一下 《智慧王》的第三題 請聽 喂 有難度囉 這一題要仔細想一下了 四個選項裡面 三位美女會選什麼呢 來 請公布 我們來看一下喔 選擇不太一樣了 只有僅僅一個人呢 選的是三 我們跟我們講 為什麼你選的是三 其他兩位選的都是二喔 但你選的是三 你的原因 二跟我沒有聽過耶 第一個也沒有聽過 我在三和四之間徘徊 對 松花家我有聽過啦 是 但是第三我也沒有聽過 三跟四徘徊之間 你選擇了三啊 對 有把握嗎 沒有耶 我是聽到韓紅有一首歌 叫什麼 《雅魯長護長》 然後覺得大概 從 韓紅那邊的這個 這個曲名 然後到了這邊來 有可能 好 好 你選擇三 但是子晴 你跟我們講一下 你有選擇二啊 你有聽過這條和 肯定啊 這個高中地理有講過 然後我剛剛地理年紀第二 是嗎 對 你來美國多久 我剛來兩個月 所以呢 對於這種比較傳統啊 或者是歷史題 你應該印象還是很深刻 所以這一題 你很肯定 覺得是二 對 那 你呢 我也還蠻肯定的 因為松花江 我家是哈爾濱的 然後 所以松花江是劉 劉金我們家的 然後我會 首先就排除了 然後雅魯桑 應該是稍微偏難一點吧 然後 所以我覺得 離北冰陽會比較遠 所以我選二 哇 我不知道剛剛鏡頭 有沒有帶到我們一號 晶晶姐 因為呢 他剛剛講了說 這一題絕對是二的 說 菁英姐是這樣 有一個這個 含有殺氣的眼神 朝了你的眼脈進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正確答案到底是 現在呢 我們三位是評分 我們來看一下 智慧王的第三題 請聽 所以 有難度囉 這一題要仔細想一下了 四個選項裡面 三位美女會選什麼呢 來 請公布 我們來看一下喔 選擇不太一樣了 只有晶晶一個人呢 選的是三 你跟我們講 為什麼你選的是三 其他兩位選的都是二喔 但你選的是三 你的原因 二跟我沒有聽過 第一個也沒有聽過 我在 三和四之間徘徊 對 松花江我有聽過啦 是 但是第三我也沒有聽過 三跟四徘徊之間 你選擇了三啊 對 有把握嗎 沒有耶 我是聽到韓紅有一首歌叫什麼 雅魯長舞長 然後覺得大概 從韓紅那邊的這個曲名 然後到了這邊來 有可能 對不對 好 好 你選擇三 但是子晴 你跟我們講一下 你有選擇二啊 你有聽過這條河 肯定啊 這個高中地理有講過 然後我高中地理年紀第二 是嗎 對 你來美國多久 我剛來兩個月 所以呢 對於這種比較傳統啊 或者是歷史題 你應該印象還是很深刻 所以這一題 你很肯定 覺得是二 對 那 聽盈呢 我也還蠻肯定的 因為松花江 我家是哈爾濱的 然後 所以松花江是 劉 劉金我們家的 然後我會 首先就排除了 然後雅魯長舞星 應該是 稍微偏難一點吧 然後 所以我覺得 離北平洋會比較遠 所以我喜歡R 哇 我不知道剛剛鏡頭 有沒有帶到我們一號 晶晶姐 因為呢 她剛剛講了說 這一題絕對是二的 所以晶晶姐是這樣 哇 有一個這個 還很有殺氣的眼神 朝了你的眼脈進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正確答案到底是 2 2 沒錯啦 這一題呢 就是二 恭喜呢 我們的紫棋 還有幾個得了一分 我們趕快繼續下去 智慧王的第四題 請聽囉 環說中 武則天 夏立焚燒的花 是什麼花 一 月季花 二 韶藥花 三 牡丹花 四 杜鵑花 請作答 好的 三位來賓 請公布你們的選擇 大家選的全部都是牡丹花 晶宜你先開始好了 為什麼 肯定嗎 也不是很肯定了 但我覺得牡丹 象徵著富貴嘛 然後武則天又是那麼 就是位高權重的人 他可能 就是想 想燒掉這些 象徵著富貴的花 那當年 他等於是當年的這個 有富貴就是任性 就對了是不是 有富貴就是任性 以他的任性 他可以燒牡丹花 子希你認為呢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唐朝就讓我想到牡丹 牡丹這樣 對 因為其他的選項 我其實也是牡丹跟毒鵑 在猜 那晶晶你 你也是選牡丹 我也是在牡丹和毒鵑之間 因為一和二好像 看上去不太 不太對的樣子 對 感覺起來 毒鵑跟牡丹都很有可能性 但是呢 我們三位選擇的 全部都是牡丹花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您自己的選擇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你有沒有選對 這一題的正確解答是 三牡丹花 一題呢 就是三牡丹花 三位呢 不愧是高材生喔 非常的厲害 在這個階段呢 恭喜三位都各得了一分 我們趕快前進到我們 智慧王的第五道題囉 請聽 鋼是由什麼組成的 一 純鐵 二 碳鐵 三 鋁鐵 四 虐 請作答 這一題啊 仔細想一想囉 來 三位來賓 請公布你們的選擇 副月兒童的 全部都選了 碳鐵啊 而且呢 紫綺呢 點頭如搗蒜 你跟我講一下 為什麼您這麼的肯定 覺得這一題 一定是碳鐵 這一題我必須要說 我真的不知道 你跟我說 就有印象吧 好像是 化學學過 在國內嗎 對 對 而且通常啊 我在學校 只要學到這一方面的題 我就會立刻放空 覺得呢 在未來 絕絕對對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面 不可能會派上用場的 殊不知就在這個時候 被問到了 好 那麼呢 靜怡呢 你也很肯定地選擇碳鐵啊 我 我是應該用排除法吧 我先是排除了一和四 為什麼你排除了一和四 因為純鐵就是鐵嘛 就不是鋼了 然後 捏我覺得 因為鋼肯定是有雜質的 然後 我就在二三中選擇了二 選擇了二 那晶晶 你的理由呢 我應該是覺得三肯定是不對的 OK 然後一也是不對 所以二跟四之間 四我也沒有 不聽過 刪去法過後 我選擇的是二 今天呢來到我們節目之中的三位 都很有智慧喔 他們全部都選擇的是二 碳鐵 是不是正確答案 請聽 二碳鐵 哇 就是二碳鐵 不錯 現在呢 我們大家的分數呢都還蠻接近的喔 我們現在看到唯一有一點點小小落後的呢是晶晶喔 現在只有三分 不過你還是有機會可以扭轉的 我們進入到的就是智慧王的第六道題 請問狗咬吕洞兵 無視好人心 這個俗語在以下哪一部著名的典集引用過 而通俗起來 一 西游記 二 三國演藝 三 水浮傳 四 紅樓夢 請作答 嗯 嗯 中國文學題 會不會考到我們三位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三位來賓請公布你們的選擇 我們來看一下 只有呢 晶晶一個人選的是二 三國演藝 其他都選擇三 晶晶為什麼你選擇二 我在二跟三之間徘徊 然後最後選擇了二 你為什麼覺得一定是三國演藝 不會是水浮傳 那我在最後一顆 我覺得應該是二吧 好吧 晶晶 那你呢 你覺得 嗯 我也不是很確定 但我覺得 這句話的意思 它和水浮傳的中心還蠻貼近的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爭議啊 這種 對 對 因為西游記絕對不可能 對不對 西游記我相信大家呢 都非常的熟悉喔 那麼也翻拍過了非常多次的電視電影 所以西游記我自己很確定 絕對不可能啦 那《紅樓夢》裡面也覺得不可能 對 其實一開始也真的有想過 會不會是《紅樓夢》 但後來發現好像氣氛不太對 你是說聽到《紅樓夢》這三個字之後 覺得感覺不太對是不是 對 我覺得好像《紅樓夢》還蠻有可能的 那靜宜 您呢 我覺得《紅樓夢》是比較偏浪漫一點吧 然後所以 可能就會先排除 是 然後 西游記呢 西游記我也覺得 西游記我也覺得應該不會 對 然後也是二和三之間有約 然後選了三 選了三 好吧 這一題 正確解答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囉 《紅樓夢》 耶 這一題就是《紅樓夢》啦 你看到了沒有 所以呢 剛剛三位來賓呢 在這個階段呢 沒有請假任何的 子綺啊 如果你覺得自己感覺對了 就選她好不好 好 好好的把握 接下來呢還有兩題 同樣的 我們的青青還是有機會 智慧王的第七題 我們請聽 東國古代曾有多次的焚書事件 下列帝王焚書最多的是哪一位皇帝 一 秦始皇 二 漢武帝 三 朱元璋 四 乾隆 請作答 好 三位來賓請公布你們的選擇 我必須要講喔 剛剛呢 其實這個第一個選項 青史皇一出來的時候 紫綺還有靜宜 對不對 完全不用等二三四 你們就先點了一 對不對 但是只有金晶一個人選的是 乾隆 紫綺 好啦我也覺得是青史皇 你為什麼會選青史皇 就是其他皇帝也肯定是有過類似 尤其朱元璋我知道他應該也有過粉書的這樣的現象 但是秦始皇他是最出名的粉書空汝嘛 對 我也覺得 其實我講到了粉書 第一個想到的一定一定就是秦始皇 但是你選的是乾隆啊 金晶 你跟我們講 這題我其實沒有很大的把握 我也是靠猜的 也是用猜的 靜宜呢 有把握嗎 我也是覺得粉書空汝嘛 他搶了我的台詞了 然後 不會啊 可是你 對啊 因為講到了 講到了粉書 你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會想到秦始皇 對 他會不會是最多的那一位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 這一題就是四 請看到了沒有我們的金晶姐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看到了沒有 好啦 金晶在這個階段搶下了一分 現在我們看到了 三位美女 我們的分數呢 是同一分的 很厲害 智慧王的第八題 仔細聽囉 運金成風 比喻記憶神意 手法熟練 這個金字指的是什麼物品 一 石噸 二 銅錘 三 竹子 四 鐵棍 請作答 有難度 有難度 這一題絕對有難度 但是我相信難不到我們今天三位 非常有智慧的美女 來 我們看一下 只有呢 智慧一個人選的是一 石噸 為什麼呢 智慧你跟我說 我真的不會這一題 就 隨便選了一個 那我們聽聽看紫棋好了 紫棋跟金晶呢 選的都是斧子 來 那紫棋先開始跟我們說 運金成風啊 然後斧子裡面有金字啊 妳很喜歡金這個字啊 金字 我跟她的推論是一樣的 因為我就看到那個金字 所以想說 好吧 我們看到了紫棋還有金晶呢 選擇的都是斧子 但是呢 智慧選的是一 石噸 銅錘跟鐵棍 三位覺得絕對不可能嗎 不可能啊 好吧 這一題的正確解答到底是什麼 請看 很厲害 智慧王的第八題 仔細聽囉 運金成風 比喻記憶神意 手法熟練 這個金字是指的是什麼物品 一 石噸 二 銅錘 三 褲子 四 鐵棍 請作答 有難度 這一題絕對有難度 但是我相信難不到 我們今天三位非常有智慧的美女 來 我們看一下喔 只有呢 近一個人選的是一 石噸 為什麼呢 智慧你跟我說 我真的不會這一題 就隨便選了一個 那我們聽聽看紫棋好了 紫棋跟金晶呢 選的都是斧子 來 那紫棋先開始跟我們說 運金成風啊 然後斧子裡面有金字啊 對 你很喜歡金這個字 金子 對 我跟她的推論是一樣的 因為我就看到那個金子 所以想說 嗯 好吧 我們看到了紫棋還有金晶呢 選擇的都是斧子 但是呢 靜宜選的是一 石噸 銅錘跟鐵棍 三位覺得絕對不可能嗎 不可能啊 好吧 好 這一題的正確解答到底是什麼 請看 三 斧子 三 斧子 恭喜啦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來恭喜的呢 就是我們的金晶 獲得了五分 那麼呢 紫棋呢 同樣的也是獲得了五分 竟你有一點小小的可惜 今天呢 只落後了一分而已 今天呢 獲得了是四分 答對了四題 我覺得啊 你真的很棒 今天這三位喔 長得漂亮 但是呢 在我們呢 這個季度的金頭腦 最後一集之中 讓大家見識到 你們的金頭腦 你們的智慧 靜宜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自己呢 站在這個攝影棚之中 跟之前啊 看我們的節目播出 會不會有點不同 是有一些不同的 就還是心裡有點小緊張的 然後 有時候大腦會感覺不夠用 感覺沒有辦法這麼快地轉過來 是不是 那跟這兩位也是好朋友嗎 是 好 那有什麼話要跟這兩位說的嗎 就你們兩個加油啊 繼續加油 誰贏了 誰請客 誰贏了 誰請客 這句話大家一定要仔細記好了 但是呢 到最後呢 是我們的金晶 還是紫棋可以勝出呢 我們現在趕快進入到的 就是我們的大魔鏡 好的 進入到了呢就是呢 我們今天的大魔鏡的這個單元啦 恭喜我們的金晶還有紫棋 兩位美女 好啦 在這個階段要來挑戰的 就是兩位美女的 有沒有好眼力 有沒有好判斷力 最重要的就是你們的反應力啦 不要忘記了 眼明一定要手快 準備好了嗎 好 這個階段呢 總共會有50喔 率先呢 得到兩分的那一位就可以晉級了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大魔鏡這個單元的第一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看主拍四字成語一句 請搶答 請搶答 兩位美女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紫棋 你按零了 你告訴我 這個四字成語應該是 傻人多福嗎 什麼 傻人多福嗎 傻人多福 我想不到其他成語 傻人多福 好像 有一點道理是不是 傻人多福是嗎 答錯了 答錯啦 金晶 來 現在沒有答題權了 我 放棄嗎 你完全不想任何一個答案嗎 完全沒有想法 所以你選擇的是放棄 好 好 放棄 傻人之福 沒有錯 這一題就是 傻人之福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一題的大魔鏡 真的是要發揮 一點點的想像力 沒有關係 剛剛沒有搶下任何的分數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接下來大魔鏡的第二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圖中的答案為何 請搶答 請搶答兩位美女 5 4 3 2 好 4 7 17 17 好 她說17 是不是正確答案了 答錯了 答題權 答題權到了 晶晶 請告訴我 5秒鐘 倒數開始 20 20 為什麼你覺得會說20 等一下 你已經講20 我們先看一下 20是不是正確答案 請看 答錯了 為什麼你猜是20 沒有算好 那智琪你 其實我看錯了 我很著急 我把那個程號看成家號了 然後我就算出來了 這個是陷阱之一 但是 20 正確答案其實是15 我們這一題呢 真的是要考驗你們有沒有好眼力 為什麼呢 有兩個小陷阱 其中的一個陷阱呢 子琪剛剛抓到了 那就是呢 它並不是每一個都是家號 其中的一個呢 是程號 對不對 另外的一個陷阱呢 我們看到原本的兩包薯條 到了最後一個公式 變成了一包薯條 以這個階段呢 我們看到兩位呢 沒有得分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是15 好的 我們現在趕快進入到的 就是呢 我們大魔鏡的第三題 仔細看囉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 告別中美麗的景色 位於美國何處 一 愛德華州的黃石國家公園 二 克羅拉多州的大沙丘國家公園 三 亞利桑那州的馬蹄灣 請搶答 好 晶晶按下來了 七題 很簡單啦 來 晶晶告訴我你的選擇 三 三 亞利桑那州的馬蹄灣 有去過了嗎 還沒有去過 這是不是看到很多人都有PO過他們的照片 好吧 三 亞利桑那州的馬蹄灣 對不對呢 對了 對了 這一題呢 就是亞利桑那州的馬蹄灣 好 好 晶晶按旅遊的您去過了嗎 你還沒回去等 對 那邊非常非常的棒 這個地方的馬蹄灣呢 現在呢 在很多的不管是臉書啦 或者是IG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在分享 這個階段恭喜呢 晶晶已經率先搶下一分了 再一分 只要晶晶再一分 就可以搶到搶前往 所以晶晶繼續加油了 我們來看大魔鏡的第四道題 請看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畫面中電影 怒火地平線 Deep water horizon 的男主角是誰 一 Mark Wahlberg 二 Mac Diamond 請搶答 五 三 三 好 來 紫棋先按下了 呃 一 馬克華 好 Mark Wahlberg 確定嗎 好吧 你選一 是不是正確答案 答對了 恭喜 這部電影有看過嗎 其實沒有 不知道這兩位男演員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好 好 哦 靜音 當我們這個前面是你 而且你剛剛搶得比人家慢了一步 慢了一步 那這題其實你是知道的啦 對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各得了一分哦 接下來呢 誰可以再搶一分 那一位就可以成功的進入到搶前往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大魔鏡之中的 第五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圖中是哪個國家的國旗 一 肯亞 二 南非 請搶答 請搶答兩位 五 四 三 好 這個是二選一的題目 不要想那麼多啦 讀一把啦紫棋 一 選二 你選二 南非是不是正確答案 答錯了 好 晶晶 來 你的選擇是 我跟你講哦 在我們 我每次都要講這句話 在我們那個播出每一集 真的有人還會答錯了 來 你的選擇是 一 肯亞 肯定嗎 肯定 肯定 一肯亞是不是正確答案 答對了 恭喜 沒錯了 這一題呢 就是一 肯亞 肯亞了 好 climate sekarang 核心 退 掃 好 我 謝謝 glam 顏 Liber 我 lives 他 好 你們 我 可惜紫棋在這個階段 輸給了晶晶 感覺怎麼樣 跟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 感覺這一次的題目 都還不是 就是對於我來講還滿難的 是嗎 可是我覺得妳剛剛在我們的 智慧王的單元機中 表現得很亮眼耶 可能就這一關吧 然後不太熟練 反應力的部分 真的還是要再比今天 再稍微快一點點 那妳跟晶晶認識多少年了 我們 還剛認識嗎 對 我們是同一個學校的 同一個學校 那妳覺得 以妳對晶晶的瞭解 她等一下 晶晶王 可以把我們的最高的晶晶 晶晶圓直接帶回去嗎 我有信心啊 加油 好吧 晶晶 晶晶對妳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呢 在晶晶王的單元之中 我們的晶晶到底 可以賺下多少錢呢 大快進入到的 就是我們今天的 獎晶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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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漫漫 Urban VLOR 富華信托銀行 OZIN 贊助國出 好的 現在進入到的就是我們的搶錢王了 恭喜我身邊的這一位晶晶 恭喜妳 謝謝 很厲害喔 透過了我們晶晶王的考驗 還有一個大魔鏡的考驗 進到了這個關卡 之前有看過我們節目到了這個關卡 妳覺得自己的表現 大概可以幾題有把握嗎 對 我覺得應該 一兩題 一兩題 妳也太客氣了啦 一兩題 移呢妳們今天三位美女喔 我覺得妳們的智慧呢 希望她可以超過五題的印象 在我們這個單元之中的掌明下呢 晶晶同樣的會有六十秒鐘的時間 總共有十道題 答對一題的話呢一百元 如果呢您十題都對的話呢 並有千元 會緊張嗎 有一點有一點 有一點緊張 來 兩位好朋友好姐妹子齊 有什麼話要想給她支持一下的 加油晶晶 我相信 不是比較有壓力了 沒關係 好 那晶宜呢 加油晶姐 完事 carry我 好 大家的晚餐呢 全部就在妳的手裡了 兩位呢等一下 當然不能夠打任何的提示 任何的暗示 但是心裡面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玩 你想想看 站在這個地方的話 自己有幾體會的 好 現在我們就請了晶晶 上前就位 晶晶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的搶前王 正式開始 開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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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球有一個月球,我星有幾個月球 兩個 請拼出體面DECENT的英文單字 DECENT 秦皇島位於中國的哪一省 陕西 一隻狗,兩隻貓和三隻雞,共有幾條腿 12 一般標準電腦鍵盤上,在T鍵的右邊是哪一個鍵 T 目前發現面積最大的金字塔,是在哪個國家 埃及 紅樓夢是古代著名小說,請問他的別名 G&D到金晶 後面題,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剛剛站在前面 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你的戰略還不錯 有幾題,你自己沒有太大的把握,你就選擇PASS 對 剛剛,會不會太緊張了 是有點緊張 因為一些不太拿手中國文學的一些題目 對,不過你的確在今天節目的一開始 你講到英文題,你希望能夠多出一點 是 英文題,你剛剛之前有聽,對 DECENT,D E C E N T 然後呢,地球有一個月球,火星有幾個月球 你回去看重播,你剛剛呢,重重的 喊了一口氣,是什麼 我,我不太知道這題應該怎麼回答 然後你剛剛講了兩個,對不對 對,你這個是亂抬的 你知道嗎,你這個隨便問他 是喔 如果你賺了一百元 是喔 剛剛呢,這一題你就答對了 所以呢,你看他的成績很亮眼喔 答對了兩題有兩百元 跟你自己原本的預測呢,還滿像的 志祺 我剛剛有請兩位美女在旁邊跟著我們自己來 心裡面一直跟你們玩 你自己覺得呢,有沒有幾題是你自己會的 我覺得前面幾題跟今天一樣也不太擅長 一隻狗,先舉一隻狗 一隻狗,兩隻貓魚,三隻雞,共有幾條腿 對不對,你說十二條 志祺 十四 錯 十 你,你覺得呢 十八 十八 十八,對了 總共呢,是十八條腿 但有一集呢,有一點點小小的陷阱 目前呢,發現喔 面積最大的金字塔是在哪一個國家 我就知道你可能會直接講呢,是埃及 姿勢你知道是不是 呃,是 馬亞文明的那個嗎 美國 然後墨西哥 墨西哥 沒錯啦,是墨西哥 然後呢,我們剛剛看到的一集呢,是 我覺得也是還滿有趣的 現代人應該會知道的 因為我們常常在打字喔 一般呢,標準電腦鍵盤上 在T鍵右邊的是哪一個鍵 我們現在幾乎打字已經不用再盯著鍵盤看了 T鍵旁邊的是哪一個鍵 Y 對,T鍵旁邊的是Y 好吧,沒有關係 剛剛呢,非常多道題 但是呢,成績也是很亮眼 我們現在看到的金金呢,有200元 這個200元呢,還是有機會可以呢,變成400元 怎麼變呢 當然就是要進入到我們非常緊張的大魔王囉 好的,恭喜呢,金金 在我們三位美女之中呢 到了最後呢,是一路過關斬將 到了我們這個大魔王的單元啦 金金,你剛剛呢,答對了兩題 所以你現在有累積多少錢 200塊 對,有200元 但是呢,台上呢 有三個箱子,怎麼跟你講呢 分別呢,有一號箱,二號箱,三號箱 其中的一個箱子呢,千萬不要抽到它 它就是我們的大魔王 會讓你的獎金呢,歸零 但是呢,其中的一個箱子呢 是我們的獎金乘以二 所以呢,一打開一秒鐘之內 你的獎金就有200 變到400元,讓你帶回家 另外一個箱子也很棒喔 您可以得到的呢,就是牛耳系列的面膜喔 高價呢,是為185元 這個面膜呢,我們知道牛耳喔 可以說得上算是美容教父級的人物了 他系列的面膜呢,不得了啦 我們這個面膜一敷上去呢 一緊二題三美白 不管你有任何皮膚方面的問題 都可以替你解決 當然我們現在放上去 我們看到的三位美女的皮膚都是非常的好啦 平常有沒有敷面膜 沒有敷面膜,有敷面膜 你呢,有沒有敷面膜 你有敷面膜嗎 對,只敷牛耳的面膜 只敷牛耳的面膜 好,那要怎麼辦呢 就是希望你能夠抽到呢 這個牛耳的箱子 護膚面膜讓你帶回家以外 我們還要把你剛剛 兩百元的獎金也送給你 所以如果你抽到的是我們的 精美禮品那個箱子的話 禮品跟獎金都可以讓你帶回家 所以說實話 就是只要有一個箱子不要抽到 就好了 現在呢 我們就讓我們的金金有一點點的時間 好好的仔細端倪一下 我們台上的三個寶藏箱 請看 金金您的雙手不能觸碰 但是歡迎您來回走動 您可以看一下每一個箱子 很多人看完了之後 都會覺得某一個箱子呢 好像特別的有感覺 某一個箱子呢 千萬不要選到 訓練了之後 跟我說要不要挑戰 我們的大魔王 我選擇放棄挑戰 放棄挑戰 好 在這邊呢我們先恭喜的呢 就是啊 金金你可以帶走的兩百元的獎金啦 兩百元不會改 但是兩位美禮 你覺得如果今天是你們的話 你們會放棄嗎 還是你們會挑戰 紫綺 我可能也會放棄吧 妳也會放棄 妳 我大概會挑戰 因為我就看好那個一號箱 妳覺得是一號箱 對 是不是 所以妳覺得一號箱是什麼呢 獎金乘以二 對 好 那妳咧 妳覺得一號箱是什麼 我覺得一號箱有可能是 獎品耶 好 妳覺得一號箱是獎品 妳覺得一號箱是獎金乘以二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挑戰了 選擇一號箱的話會是什麼 哇 什麼 獎金乘以二 四百元 那我問妳 妳覺得大魔王會在哪裡 會在我們的二號箱 還是呢 在我們的三號箱 應該 在我身邊這個箱子吧 妳覺得這個是大魔王 所以妳不會選到它 不會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大魔王就是在我們的三號箱 如果你今天可以猜得這麼準的話 哎呦 為什麼不挑戰呢 現在會不會覺得有點後悔 來 我們中間請 會不會有點後悔 有一點啦 有一點思思後悔 有一點思思後悔 小小後悔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啦 因為呢 下一次呢 在全新一季的金頭腦節目之中呢 還是歡迎妳能夠再來參加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參加節目的感覺 非常開心 因為之前都沒有參加過 意志類的節目 是 所以下一次呢 這個準備齊全了之後 會再回到我們的節目之中 那靜怡妳覺得呢 我覺得還蠻開心蠻有趣的 嗯 然後下次也想再來參加 想要再來挑戰 琪今天呢 是我們這個季度的最後一集了 要不要呢 跟我們現在電視機前 有一些觀眾朋友啊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為呢 可能人數的關係 沒有辦法讓您報名上 跟他們說 為什麼要來我們的節目之中 真的超有趣的 趕緊過來玩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 對啊 學到很多 然後又可以拿獎金 好了 今天呢謝謝我們的子綺 靜怡還有我們的金金 謝謝三位 謝謝 今天節目的最後呢 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謝呢 我們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呢 在過去一整季對我們的支持喔 加油 打電話 趕快報名我們下一季的金頭腦 只要呢一推出電話號碼 一推出我們的報名資訊之後 趕快報名囉 一萬塊錢的獎金 就在這邊等著您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本節目有 南加州Toyota經銷商 時事森葉集團 BROF 好湯漫漫 Urban Floor 富華信托銀行 OZIN 贊主播出 HHHHH